今天是冰島之旅第七天 今天在飯店吃完早餐之後 第一個行程來到了瀑布 看了超多的瀑布 但是這個還蠻大蠻壯觀的 現在來到了第二個景點 第二個景點其實就是第二個瀑布 小剛請問看了這麼多瀑布有什麼感想 水很多 很冷 很冷 昨天也講很冷 今天也講很冷 很滑 很濕 在我們身後呢 就是水平洞瀑布 剛剛看瀑布裡面好像有一個洞 但是我們應該是進不去啦 我們現在到了第三個景點 是一個河山口 掃布 現在來到第四個景點 又要來看另一個瀑布 我後方是一邊 一彎五季的冰原 所以還不知道瀑布到底在哪裡 走這走這 我們就發現了瀑布 雖然說規模沒有很大 但是其實長得還蠻漂亮的 我們看到中間的水其實是藍色的 非常的特別 我們來到的下一個景點 就是要來看間歇泉 上次去皇室公園 我已經看到一個叫做老宗石 間歇泉 剛剛看到介紹的 美國的一個景點 這裡還有地 這裡大概還分發70到80公尺 現在就在等我身後這個景點 我們看到這個景點現在不太有一點藍 我們看到這個景點現在不太有一點藍 去皇室不太有一點藍色的 現在看今天 我們現在是碰布 又是一個 這個野生物物 現在超酸 超 高 這大家會沒有感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